相信大家在乘坐高铁时 一定见到过禁止吸烟的警示标语 有人要是一身反骨 硬是想要在高铁上吸烟的话 这边刚吸上 那边就有乘务人员过来把你带走了 没错 就是这么严重 就是这么迅速 不过 也有人出国一趟之后 对咱们的高铁技术表示质疑 他说明明都是高铁 但是日本的高铁上就能够吸烟 为啥就中国的不行 难道中国的高铁技术不如日本先进 中国的高铁为什么禁止吸烟 对于高铁上禁止吸烟这件事 可以将上车的乘客分成三部分 绝大部分的乘客 是知道高铁上禁止吸烟的 小部分乘客不知道这件事 但这毕竟还是少数 只要是经常乘坐的高铁的 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即使没有坐过高铁 只要是经常上网冲浪的 也一定会刷到过高铁禁止吸烟的标语 还有一小撮人 他们也知道在高铁上不能吸烟 但就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 心想我偷偷地在厕所里吸烟 吸完之后就给冲到马桶里去了 肯定不会有人发现的 这三部分人 其中最危险的就是第三种人 他们明明知道这件事做不的 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 我只能对他们说上一句 去局里喝茶吧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高铁上禁止吸烟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高铁属于相对密闭空间 在密闭空间里吸烟 那所产生的烟雾 可以说是很难完全消散的 这些喷云土雾之后 所产生的烟雾 会通过高铁上的空调系统 快速传播 而这样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后果 在空调系统中快速传播的烟雾 很可能会触发烟雾报警器 而烟雾报警器 可能会导致高铁自动减速 甚至可能会造成高铁紧急停车 一旦高铁紧急停车之后 后续的高铁也将全部晚点 对于一些时间紧急的乘客来说 一旦列车晚点 也将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在高铁上吸烟 一旦引发火灾 那真的就是大家一起完蛋了 要知道 高铁的速度能够达到 每小时二三百公里 在这种速度上 一旦车厢内产生明火 即使是小小的一点火焰 都会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迅速蔓延至整个车厢 到时候 大家想跑都跑不了 因此 在高铁上吸烟这件事 王晓乐说 你这是违反了公共道德 你自己吸烟也就算了 还让整个车厢里的人 都陪你吸二手烟 实在是很缺的 王大了说 你这是违反了公共安全 因为自己的一点点烟瘾 就会整个公共安全 都造成了极大的隐患 这是得负法律责任的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第七十七条第十四款规定 禁止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 或者在其他列车的 禁烟区域吸烟 根据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违反第七十七条规定的 将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 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 两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所以说 爱吸烟的朋友们 在乘坐高铁的时候 还是多人忍吧 不然就只能出钱 去橘子里五日游了 为什么日本的高铁上可以吸烟 前面讲到了 咱们国家的高铁上是禁止吸烟的 但是日本的高铁 却允许乘客吸烟 有人知道了之后就说了 那都是高铁 怎么日本可以咱们国家不行呢 说明还是咱们的高铁不行 太落后了 得反思 难道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吗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在日本吸烟 也得是指定的区域 不仅在日本街道上是这样 在高铁上也是如此 当你在日本乘坐高铁 突然想抽烟了 就可以前往高铁上的吸烟室吸烟 但也仅仅限于在这个指定的区域 如果不在这里吸烟 而在别的地方吸烟的话 也有可能会触发烟雾暴警计 所以说 并不是日本的高铁 比咱们的高级先进 而是日本专门在高铁上 流出了一个吸烟室 但是吧 建造这个吸烟室也并不便宜 因为要防火和换气 所以就得在吸烟室里 增加防火设备 还得增加换气系统 这些设备都不便宜 而且日本政府也不傻 这些钱最终还得是 从乘客的身上薅回来 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 所以 日本的高铁票 也都比咱们的高铁票贵很多 除此之外 日本高铁还存在 能够设置吸烟室的客观因素 那就是他们的高铁也不快呀 如果非要比高级和先进的话 那还是咱们的高铁更加的先进 他们的高铁时速 只有260千米左右 而我们的高铁时速 却能够达到350千米 正因为日本高铁的时速不高 所以他们才有条件 去设置吸烟室 这样即使着火了 火室也不会迅速地 蔓延至整个车厢 而且日本的生活节奏更大 日本人普遍都选择吸烟来缓解压力 所以他们的烟民总比例 比我们的还要高出两成 所以日本高铁推出吸烟室 实际上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乘客 而咱们的人流量大 即使有些烟民不选择乘坐高铁 没事 那还有其他的游客排队 等着抢高铁票呢 反正咱们不像日本那样 怕高铁票卖不出去 为了烟民的需求 在高铁上装置空气流通系统 究竟值不值 不过 也有些烟民提出了自己的需求 他们认为 既然日本都能在高铁上增加吸烟室 那咱们也可以这样做呀 这样即使票价上涨 自己也能够接受 毕竟以后吸烟干啥的都方便了 首先 在高铁上增加吸烟室 并不是一件小事 不是说想加就能直接加的 要想在高铁上设置吸烟室 就得花大价钱购买防火设备 和空气流通系统 而这两个设备都不便宜 因此 设置西烟室之后 高铁票的价格也势必会上涨 但这部分上涨的价格 烟民能够接受 那对于不吸烟的乘客来说 他们就能够愿意接受吗 我想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从国民经济水平上来说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 人均工资大概是每个月1.7万人民币 而中国目前还只是发展中国家 人均工资也不高 只有三千块 一边是一万七一个月 一边是三千块一个月 两边对于上涨高铁票价格的 接受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所以说 咱们目前是真没必要花费大价钱 在高铁上整吸烟室 爱吸烟的朋友能忍就忍忍得了 实在忍不了的就嚼嚼口香糖 咋的不也能挺过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生命人均工资格的 幸そ子很多人均工资格在就 ear